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除了抗议和往美国驻华大使馆扔石头 还能干什么呢 正义只有在强大实力下才能伸张 碍于当时国防实力 我们也只能打掉牙 往肚里咽了 其实大叔我们可以忍 但我们不能忘 也没有忘 19年过去了 中国已经翻天覆地 而美国却日渐迟暮 今天的中国空军具有远程战略打击能力的轰6K 已经突破了百架之多 在轰炸机规模上 我们已经实现了对美国的反超 当然 数量规模上的反超并不能代表什么 质量上的追赶才是如今当务之急 一切 轰6K已经可以实现3000公里的作战半径 但人家美国的老爷机BYH 无论是7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 还是接近30吨的载弹量 都不是轰6K所能企及的 更不要说那种历天存在的B2大影轰 承认差距是理性的 但如果一位妄自菲薄 那就要不得了 这不 西非就大家伙记住了 中国版的B2大影轰了吗 西非这次的大彩蛋让人兴奋 盼着等着这么些年 连国产航母都要海誓了 总算是盼乱了轰2K的关系 西非的一个Ninex 真是让人欢喜 让人忧啊 诶 怎么又忧了呢 画风是不是转换得太快了 您各位不信且看 当这段视频公布还没半小时 网络上就有杠机网友表示说 自己用那傻眼一看 都是西方又抄袭美国的B21了 连宣传图都一模一样 的确 这次西非的这个彩蛋 从创意上的确是对美国B21有所模仿 但如果大家能仔细 这两者无论是在外形 散步 还是背景 细节上都有所不同的 当然 这种视频画面的雷同 能说明虎二林就是山寨美国B21的吗 各位别忘了 格罗曼公司的B21还没造出来呢 西非怎么抄啊 不过 等咱们的虎二林正式曝光之后 如果万一和B2或者B21 有一点相似的话 那也是传属巧合 毕竟同样非是一样布局的大隐红 谁和谁能差多少啊 不过 对于西非曝光的虎二林 虎哥还是有话要讲的 这次的宣传片 为什么不用彩条布罩着 看样子战斗力一定不咋样啊 这两年 中国又是坚二林又是运二林的 如今又来了个虎二林 好像中国航空工业 已经全球无人能体了 那为啥在发动机上和美额还是相差很远呢 微信搜索米粉防务公众号 关注后回复水平高低 了解今天中国航空工业到底水平如何 同样是西非 同样是非一布局 现在黏默了一张卫星图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斗 更有人直接断言说那就是虎二林 不过随后这个说法也被证美了 那一次曝光的 更有可能是类似于美国S47B的又一款隐身无人机 不过这款隐身无人机有很大可能是为了进行 隐身轰炸机系统布局的一次演变 让我们再回到这次西非的彩蛋 从这次视频画面中的飞机的外星轮廓中 我们大体也能确定了之前特段虎二林的无垂尾结构 机被禁忌到等设计猜想的正确性 而这也显示出来 中国空间对于隐身轰炸机隐身要求之高 另外通过这段视频 我们也可以明确了 国产引红已经进入原型机验证阶段 不管怎么说 西非对于国产隐身轰炸机技术层面的攻关已经结束 现在也都进入到了工程制造的阶段 虎哥相信国产霍二林首飞 那一天真是已经不远了 西非的Ninex已经扔出来了 咱们各位就静候加音吧 1999年的美国B2用精确炸弹给我们迎头一击 如今19年过去了 我们的G20、Y20和霍二林都出来了 等了19年 我们中国人不是要证明我们有多了不起 只是要让别人知道 属于我的东西我早晚会拿回来的 西非的Ninex 让中国空军可以拥有比肩美国的空战实力 但目前我们还无法看到更多的消息 不过虎哥可以找来那款3D空战自律手游 就可以让大家先读为快 游戏采用3D引擎打造 画面高度显示 火爆空战越然眼前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火军士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开启前所没有空战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